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请看课本第85和86页 掩耳盗铃 春秋战国时代 晋国的智博灭掉范氏 并把范氏家中的金币、珠宝等财物洗劫一空 然而有一口铜褐色的大钟 却留在范氏家的院子里 在第一段洗劫一空的意思是比喻 抢光一户人家的财物 一天 一个小贼在范氏家附近闲逛 发现了这口大钟 他心想 这口大钟一定很贵重 得想办法偷走 然而 这口钟又大又重 根本背不动 怎么办呢 第二段小贼的意思是指小偷 贵重的意思是指价值很高 贪心的小贼 想了又想 决定用大锤子把钟敲睡 再搬回家 于是 他找来一把大锤子 拼命向钟敲去 光 一声巨响 小贼吓得拔腿就跑 第三段这里 锤子是一种敲剂的工具 另外 拔腿就跑 这个意思是迅速地跑开 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 他想 这样不行 这么响亮的声音 一定会把周围的人引过来 他想到一个办法 我找块布筛住耳朵 不就听不到声音了吗 第四段 喘的意思是 不由自主地 急触呼吸 塞住的意思是 拿东西封住或者堵住 小贼把耳朵塞住 再回去犯世家 拿起大锤子 往那口大钟敲去 光 光 响亮的钟声 吵醒了 吵醒了附近的人家 没等小贼把钟敲碎 他们已经把小贼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走 阻止他逃走 这小贼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 还奇怪 为什么他已经塞住耳朵了 周围的人还听到声音 第五段 第五段这里 阻止的意思是 阻拦使停止 另外 傻事的意思是等于 愚蠢的事 后人就用 掩耳盗铃这句成语 比喻犯了错误 又设法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 自欺欺人 在短文的最后一段 掩耳盗铃的意思是 污住耳朵去偷灵 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另外 自欺欺人的意思是 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自欺欺人一般是指 不肯面对事实 聆听课文和理解课文后 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吧 说一说 饭室的家被洗劫一空 为什么却留下大宗呢 这是因为 大宗又大又重 无法搬动 第二道问题 小贼看见大宗 就想去偷 他的想法对吗 为什么 他的想法不对 因为偷窃是不对的行为 说一说 为什么小贼 拔腿就跑呢 因为他被响亮的钟声 吓到了 而且 他担心钟声 会引来 会引来其他人 所以 说一说 小贼一开始 打算 怎样 把大宗 偷走呢 小贼 小贼 小贼想要用大锤子 把钟敲碎 再搬回家 为什么 为什么小贼 要把自己的耳朵 塞住 因为他认为 因为他认为这么做 他听不到钟声 别人也听不到 请问 小贼 把自己的耳朵塞住后 再去敲钟 发生了什么事 响亮的钟声 把居民们都吵醒了 他们把小贼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走 你知道掩耳盗铃的意思吗 掩耳盗铃是指 比喻犯了错误 又设法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自欺欺人 接着下来 我们利用课文里面的成语 进行诏句 洗劫一空 例句 屋子里的东西 被匪徒们洗劫一空 掩耳盗铃 例句 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中 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 不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例句 一个人做了坏事 还编出一套理由来掩饰 那就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拔腿就跑 例句 小偷看到警察 就拔腿就跑 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住了 同学们 这一生最少要做三件好事 那就是存好心 说好话和做好事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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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